要说三国时期最厉害的人 特别是那种可以影响整个三国走向的人物 我想大多数人肯定会优先想到诸葛亮 诸葛亮初出茅庐 便献上了三国鼎立的计谋 可以说奠定了三国的基础 但对此有人又不服气 说应该是司马懿 此人深得谋略 而且很能隐忍 奠定了三家规境的基础 因此很多人都如此理解 认为司马懿一出三国就无语争锋了 对此小编要很是反对 司马懿之所以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并不是他计谋有多强 而是他活得久 猛士生死以后 在蔡的人物都是高手 其实三国时期最猛的应该是谋士贾许 王晓了说 曹操能有后来的势力 贾许功不可没 王大了说 三国从前期的纷争到中期的局面 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整个三国在他的计策之下 说刮风就刮风 不带一点雨滴 说下雨就下雨 绝不会掺杂着一丝日光 而且更令人称奇的是 他在三国前后换了五个老板 在每一个老板那了 老板们的命基本都掌握在他手里面 而他们命运的关键点也仅仅在于 贾许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他去辅佐 而就是这样反复之人 竟然还能活到77岁 封侯拜向韩孝儿中 光这点就少有比拟了 贾许年少之时一点作为都没有 还为汉朝当过关 后来因病回家 建案二年 贾许投靠了第一任老板董卓 董卓并不是很信任他 结果最后被自己的吕布和王允设计杀害 董卓不将理绝 郭四听说王允要收拾他们 下的计划各自跑路 这个时候贾许投靠了这两个老板 告诉他们你们还有军队怕什么 离开军队你们一文钱不值 干脆就反了的了 在贾许的忽悠之下 本已算平定的汉朝 又开始混乱起来 正式拉开了三国色序幕 这点小编很佩服贾许 忽悠人家造反还忽悠得有理有据的 除了他就剩姚广孝了 但成功后的谢良军很快就垮了 原因很简单 一山不能容二虎 内乱开始贾许看这两活宝 终究不是干大事的人 于是就离开他们跑去投靠在华英的段威 可段威是他好友知道他是大财 因此不欢迎他 贾许无奈只能诱唤老板 这一回是张秀 而张秀也很看好他 使他为心腹 但虽然如此 在某些事情上 张秀就有点自我膨胀 和曹操作战之时 由于不听贾许的建议结果兵败 后又在贾许建议下获胜 后来北方地主争霸 赋能张秀加在中间想下注袁绍 结果又是贾许让他压弱小的曹操 结果又压对了 贾许这个人能做到带着老板跳槽 这操作我看也没谁了 到了曹操这里之后 他也得到了曹操信任 成为谋士团的重要成员 在关渡之战中也发挥巨大作用 后来曹操不听他劝阻 决议在赤壁开打 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 后来曹操因为王储到底是立长子曹丕 还是幼子问题上问及于他 他 贾学以袁绍 刘表费长力又带来的变故 我完全说曹操 最终促使曹操决定立曹丕为世子 老板一直换 到哪里都得到信任 还处处影响政局的走向 这样的人 我看历史上也没多少个了吧 不应该因此